Honey 大家好 我是屏幕爹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 三星今年推出的平板系列 我先前在記者會的時候有去實際上手 那最近我也用了幾天 所以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的心得 那今年推出的有三款不一樣的系列 是Galaxy Tab S8 Ultra S8 Plus 還有S8 那在我旁邊這一台就是頂級規格的版本 那整體不管是設計啊 還有它所搭配的規格也讓我非常感興趣 14.6吋 Super AMOLED 螢幕 搭載120Hz的高更新率 前後雙鏡頭然後前後鏡頭也都支援4K的錄影 那前鏡頭呢在你平常要視訊什麼的時候 它也能做那種自動取景攝影的功能 那我大致上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實際使用啊體驗下來用它 不管是來打稿啊工作啊 或是說一般的休閒娛樂下來的感想 然後我想跟大家大致分析一下 我覺得這類的平板可能會適合哪一類的主權 那首先呢我覺得很多人對平板的概念 就是它有點介於筆電啊 還有智慧型手機之間 那其實呢平板本身有觸控螢幕嘛 然後它也支援S-Pen 所以它其實有非常多 你可以跨界去使用它的方式 然後你可以在你整天可能不同的時間點啊 你有不同的使用情境去使用它 那不論你是工作需求啊 或是可能打報告啊 或是平常日常娛樂來使用的話 我覺得它的用途其實是非常的廣泛 那我們大致上把它分成三大類啦 像商務人士啊 學生啊 還有創作者 那首先先來說到一般的商務人士 那這一次的Tab S8 Ultra 它搭配14.6吋的大螢幕 基本上這樣的螢幕已經比很多市面上筆電都還要大了 那如果你主要是商業用途的話 你常要在外辦公的情況下 那我覺得它整個機身的輕薄 對你要外出攜帶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它機身本身也只有5.5公里的厚度 所以不管是你要丟在包包啊 或是要帶著走放在公司包裡面 其實都不會有任何的困擾 那如果你主要用途也是商務使用的話 現在預購及購買登錄 還有Sony Microsoft 365個人版一年期 搭配Sapsone Dex一起使用的話 就是完美的生產力組合 那以我自己用它來可能開一些文件啊 或開一些報表的時候 我發現如果使用這種平板 跟平常一般筆電比較起來的話 如果今天開的報表可能是比較長類型啊 或是文件是比較長類型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把它拿起來 用垂直的方式來看這個報表 那這個部分呢 在使用上我就覺得方便不少 那這個地方也是筆電做不到的 那另外呢 那如果你在真的使用它的時候 想要解放整個14.6吋的大螢幕 就是你不想要有虛擬鍵盤在上面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接上它的鍵盤皮套 那如果你發現你在這種使用的情境下面 你還是比較習慣那種電腦的操作介面的話 那你也可以開啟Samsung Dex 你就可以把Galaxy Tab S8 Ultra 整個介面轉變成很像Windows桌面的介面 那這樣你不管是要使用軌跡板鍵盤啊 或是外接滑鼠的情況下 都能讓你更方便的操作它 可是同時你也不會失去觸控螢幕的功能 那Dex 功能你可以自己手動開啟 或它鍵盤上有快捷鍵 那甚至是如果你直接接上外接螢幕的時候 它也會跳出一個通知提醒你說 可以開啟Dex 模式 那不管是你要直接接上大螢幕來工作使用啊 或是像現在的疫情期間 可能你需要遠端辦公在家裡辦公的話 它前面的超廣角鏡頭 也能支援你在視訊會議的時候 自動幫你取景 所以我覺得對商務人士來講它是非常的實用 那再來我們講到的就是學生族群 那現在實在其實也常常碰到學校線上上課的狀況 那以我自己家的小孩來講 他們學校用的是Google Classroom 那所以這種時候你使用Android的平板 那自然它的相容性就是更高 那另外呢它裡面內附S-Pen 對了你S-Pen不用再另外購買 Type S8的旗艦系列都會附送 那所以小孩不管可能在寫筆記啊 或做功課的時候其實更方便 因為像他們做有些數學題目的時候 他們可能在講解這個 他們找出答案的這個過程需要寫在上面 那這種時候相對起來 他們還是覺得說用筆去寫 是一個比較直覺使用的感覺 那至於在收納方面的話呢 它的機身背後也可以直接磁吸吸附它的S-Pen 並進行充電 現在的S-Pen新增的充電 因為它可以進行遠端遙控 不論是要拍照啊 或者是要控制簡報 都可以在S-Pen上面進行 那如果你要放置的話 它在上面也可以放置你的S-Pen 可是充電的話就是只有在後面 這一點要記得 那另外呢我覺得除了商務人士以外呢 學生也滿需要的就是多重視窗的功能 那你可能可以邊聽課啊邊打筆記啊 或者是邊看YouTube Well 就是找資料 那它多重視窗功能呢 有四種不一樣的配置可以使用 那除了它上面的這些配置選擇之外呢 如果你有更多的App想要開啟啊 可能像是一個計算機或什麼 你就能使用彈出視窗的方式 再把它懸浮在這個桌面上面 那在懸浮的地方 你也可以調整它的透明度 所以不會去干擾到你主要要使用的App 那如果是客戶 你是平常休閒的時間要使用的話 像我用它來看影片的話 它的立體聲喇叭也是非常的大聲 所以不管你是要看影片啊 追劇啊或是玩遊戲來講 這個立體聲喇叭的體驗感都會很好 那最後呢就是創作者族群 那或者說對畫圖有需求的工作者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S-Pen嘛對不對 這次的S-Pen呢 它搭載了4096階的筆尖壓感 還有超低延遲 然後配合120Hz的螢幕 這樣使用起來真的是沒有任何延遲感 那如果你搭配的手機也是S22 Ultra的話呢 在資源的Apps裡面 你可以直接把兩個裝置串連起來 那比如說嘛 你是畫畫畫圖工作者的話 那你想要你今天整個Galaxy Tab S8 Ultra的螢幕 都要用來畫畫的話 那你可以用你的S22 Ultra 串連起來變成一個調色版 那可能在上面選你要的筆出的顏色啊 或是不一樣的筆刷啊 這種使用模式應該是蠻多 可能插畫家他們夢想中使用的方式 那以我自己使用的體驗感來說呢 我覺得以下幾點是讓我覺得最驚豔的 那第一呢就是多重視窗的自由度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版面配置 可以讓你選擇嘛 所以如果你是習慣 可能左邊是看一個比較大的視窗 然後右邊有兩個小的 那或者是你要怎麼去調整它的比例 你都可以自己去做 那另外如果你要有更多的視窗彈出來 你要一次有非常多個APP在上面一起跑的話 那你可以使用它的彈出視窗 那它的彈出視窗也是可以進行收納 收納在左邊那個角落 或是你可以自己調整它的位置 所以它算是自由度非常的高 那另外呢我覺得它雙鏡頭的配置 相比一般其他的平板 它可能都還是 至少前置鏡頭都還是單鏡頭的情況下 那這種時候如果你在視訊的時候 如果說像耐耐的平板 它們前鏡頭有超廣角 那其實它在拍照的畫質上啊 還有這些錄影的畫質上勢必會與我所犧牲啊 因為它是用一個超孔角鏡頭 可能去裁切它嘛 那這種時候雙鏡頭的設置 如果你今天想要 它不管是視訊或是拍照錄影的畫質 是比較好的話 那你就切換成主鏡頭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使用方式是比較廣泛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那第三點就是Samsung Dex 那這次也是我第一次去體驗這個功能 那其實我剛才是體驗到 也是我要幫它充電而已 因為剛好我本身使用的螢幕 它有USB-C的充電孔 那我就接上來然後讓它充電 結果它就自動跳出這個Samsung Dex的視窗 然後我就去嘗試看看 那真的體驗過後呢 我覺得像現在這個使用平板 如果你想要習慣用這種筆電的方式 去使用它的話 那雖然有其他的平板 它們也有支援軌跡板或畫素 可是如果它整體介面沒有回到 跟筆電很類似的方式的話 我們至少在有鍵盤軌跡板的時候 我們還是習慣某一種操作模式 那Samsung Dex就可以幫你無痛直接切換過去 所以對我自己而言 我覺得如果要做一些比較生產力的事情 不管是剪片或是查資料 或是打文件或是看報表的話 我會比較習慣在Samsung Dex 這種介面模式下進行 那再來第四點就是它的續航力 我沒有實際測試到它沒有點過 因為它的電池續航力真的算是非常好 那我平常在可能我在使用它 在找資料打文件什麼的 那可能在我使用兩三天之後 它都還剩下20-30%所謂的電量 那當然跟它本身機身比較大 裡面就比較大的電池 這個也有關係啦 所以我覺得在續航力這一點的 可能如果你有體驗過 現在一般的筆電的話 我覺得這個的續航力也會讓你非常的滿意 那所以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這支三星的Galaxy Tab S8 Ultra 它整體的規格上面算是非常的有誠意啦 那我覺得在現在Android平板裡面 也剛好有這樣這個缺口 因為很多人都期待說 為什麼別的陣營有旗艦型的平板 為什麼Android陣營就是好像只是沒有推出 那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行動處理效能也越來越好 在早年很多人覺得說平板做得太大 當它更接近筆電的時候 那會不會它在使用上就沒有那麼方便 那像三星自己開發的Samsung Dex 它也算是把這兩者的距離拉得更近了一點 那所以你看它整體規格下來 它有旗艦型的螢幕啊 前後雙鏡頭 然後不管它的硬體規格啊 還有搭配S Pen 還有它的觸控螢幕 如果你要把它拿來當成商務啊 或是一般的生產力工具的話 也是絕對足夠你使用 那或者是你實質就是買來要一般生活使用啊 輕工作使用加娛樂使用的話 那你也等於是一台裝置就滿足你三個不一樣的需求 那以價格來說呢 它這次有三個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尺寸可以讓你挑選 那其它裡面配備處理器都非常好啊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到 如果你選擇小一點螢幕 它處理效能就不夠了 那你就可以在這三台不同的尺寸的區間去挑選 不管是價格上面啊 或是螢幕尺寸啊 或是你的需求上面也比較適合你的機種 那在你看到這個影片的當下呢 如果你要預購這台機器的話 這次預購購買登錄送的方案也是非常有誠意啦 那像前面有提到的 Microsoft 365 五個人版一年級啊 那除了先前提到的優點之外 還可以享有一個TB的OneDrive雲端儲存空間 可以讓你輕鬆跨裝置儲存 共有檔案對生產力有需求的話 那就不要錯過囉 好啦 那如果你剛好也是有在找平板 或者是也剛好在找這種筆電平板之間的這種裝置的話 那現在新出的這一台 我是覺得滿適合非常多儲存使用啦 OK 好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個小鈴鐺 按讚跟分享 我是米古力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Bye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Hey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